日前有民众在花蓮线观光资讯网 查询旅游资讯 发现网站首页的盗浪照片 并不是花蓮景色 便将网页截图分享在脸书 经过网友比对 该图应该是泰国清迈的梯田美景 研判图片来自网路图库 花蓮线观光处表示 观光资讯网是委托厂商进行维护 已经请厂商立刻下架 改放63跟刺客3的金针花海照片 厂商物质使用错误的授权图片 我们在第一时间知道这样的讯息之后 已经请厂商立刻下架 那这次我们是希望呈现的是 有山有道浪这样的感觉 那当然使用的应该是 花蓮的景色的图片 那对此我们以后也会加强管理 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议员更指出花蓮县府 类似事件其实不止一件 种种争议已让工部门形象蒙上阴影 不管是图片影片的引用 这个花蓮县政府都有责任 要来进行这些跟厂商告知还有把关 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厂商的 这个县府的权责一定要做好 因为实际上这样的话会让一些 旅游客会造成很大的一些物件 经过这次照片物质事件 花蓮县府表示 未来一定会加强管理 避免冲刀覆辙 原事新闻楼 花蓮市采访报导 一定会考虑的在今晚做 一期会我需要一点点 好 都是杂商的